98岁赌王入住养和医院两年半 25号又传出了病危 家人陆续抵达医院之后 只有何超姨以及何超琼否认了 直至5月26号下午13时27分 据港媒透露赌王已经病逝 现年98岁 赌王生前坊间传言不断 有指赌王上周状况急转直下 说不上话靠意识和家人交流 一有指何家重金聘用八大名医 日夜监察赌王病情 赌王一直靠着强大的意志支撑 但是现在不得不打强心针保命 11年间赌王在医院的医疗费 高达15亿港币 仅年初病危就花费了3亿港元 昨晚有消息指出 四泰一家月初的时候从国外回港 接受隔离的何游企业 曾经申请叛乱赌王 至上周隔离期满之后 二泰三泰四泰均在床前陪伴 但从25号下午至26号的中午 只有三泰一家彻夜留守医院 四方成员并未露面 26号中午 二方儿子何游龙现身探望赌王 何游龙穿上了瘟衣 戴着口罩下车之后快步的走入医院 并未接受港媒的开放 据消息透露 何家会在下午开启者会 公开赌王的身体状况 原来养合医院是有秘密通道 何游龙走员工通道被曝光之后 也证实了其一级医院 为赌王打击的说法 赌王11年前在四泰家里跌倒 导致头部受伤一度危怠 后及时接受手术 休养半年才康复出院 赌王今此一难 身体是美眶日下 又不慎中风 行动不便 出入都需要轮体 疏于连续的赌王说话 开始变得不利索 又因为食物降无到肺的问题 多次抢救洗肾 晚年是饱受疾病的困扰 赌王自两年前到医院休养 由四方成员轮流上股 而三胎四胎则负责轮班首院 四方成员一起卸身医院 也就只有赌王生日的这一天才会出现了 相信有儿女陪伴 赌王走的会非常的欣慰 愿老人家一路走好 alguns之后再uç到啊 好 好 family 甘